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现在新竹市长高阳怀 陷入了一个暴风漩涡之中 而这个暴风漩涡看起来 还没有停歇 因为整个发动者 钱康明 也就是新竹市前文化局局长 一开始就直接点名指导黄龙说 他的男友李仲廷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他的男友 可以把市长市的人调出来 可以把局所长调出来 而今天更爆料是 他的男友 在跟人家做任何谈话的时候 都会录音 而且用这样的录音 去威胁对方 而被他威胁的人 现在也拜托钱康明说 你不要再下手了 你再下手 我的饭碗就没有了 没有想到 这个动作更激怒了钱康明 他明天还要有 新的一个动作出来 好 那我问 钱康明到底是谁 他手中到底有多少的东西 他现在一个一个的 爆料出来了以后 港湾能够躲过 这一场的灾难吗 好 这一段里面 在六月专家林廷辉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你好 大家好 瑞兰 我们现在知道 刚才现在陷入这个 政治风暴里面 而这个政治风暴里面 发动者 竟然是他 已经去指的 文化局长 钱康明 之前我没有注意到 这个人 我没有想到 他的出手 快 很准 刚才讲到 他直接点名他的男友 直接点名他的男友 干政 而且干政的事实 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完全是踩到了 政治的红线 可是他就问 钱康明到底是谁 钱康明到底何学人业 他为什么会进到了 新主持政府 他跟高文外 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怨 为什么 现在一路追杀 明天中午 还有脸书要出来 那么事实上 钱康明他自己本身 除了是在 服彬毅的时候 是义工队出身 他义工队 他是义工队出身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本身就是老师 所以他从小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个长大 然后他义工队出身之后 因为多才多艺 喜欢这个艺术表演等等 是个文化人 有一个人 那么各位 这个等于说 年轻朋友 比较不了解的 但是他的儿子 你一定认识 为什么 他叫陶大伟 陶者就是他的儿子 那么陶大伟 他钱康明就是陶大伟的特著 他就是他的特著 他是陶大伟的特著 没有错 然后那时候 文艺阿姨还在试的时候 我跟文艺阿姨很好 文艺阿姨拍过一出很有名的 这个电影叫乐待于 他在里面也演戏 他在乐待于 对 他在乐待于里面演戏 所以你就知道 钱康明是一个热衷于艺术 热衷于电影第八艺术 然后对这个很投入的人 然后后来包括儿童文学 儿童戏剧 然后各式各样的大小剧场 还有 那么他也在很多的大学 很多的这个等于 技术学院里面教书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背景 然后后来呢 后来他因为有机会 那么跟这个政治人物 有接触了以后呢 后来包括来自于 那个包括国民党 民众党在台中 然后有些人 助选的时候需要写歌 举一些什么东西 他都学助帮忙 后来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才会进到这个 等于说台中市政府里面 那么任职 被这个卢秀燕 看中了他的艺术的才能 他本来在台中市政府 对 没错 然后呢 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 那高宏安不是要去选这个 等于新竹市长吗 对 要选举的时候缺乏这个主题曲 也是他弄的 竞选主题曲也是他弄的 主题曲是钱康明写的 所以说我现在就跟你讲说 那么钱康明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文化人 他跟蓝绿色彩不是那么浓的 那他很热爱这个艺术 很热爱文化工啊 就是艺术 那么他跟文化唯美的人 他不是那么在乎钱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 你不可以用这种羞辱的方式对待他 他被羞辱了 为什么呢 因为钱康明在自己的脸书里面 不是写吗 不是写说8月28号下午5点 那么他突然间被叫到市长室 高宏安把他叫来了以后呢 讲了一堆他听不懂的理由 他说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然后要他在9月10号去职 他心里想 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 你知道吗 后来那么钱康明就请他 高宏安市长室的主任离开 先离开回避一下 就直接跟他讲 他不是叫他市长哦 对啊 他是跟他讲 宏安啊 叫他宏安 宏安啊 我要跟你讲 有些人 有些朋友 有些事 是不可以碰触的 是可以不能接触到什么 讲一大堆 他其实就来讲 李中庭 你知道吗 然后那时候 高宏安听他讲完 以后还会丢下那一句话 那句话叫做 就是这个 钱康明在脸书上写的 丢下那一句什么东西呢 说 现在没有婚姻关系 有婚姻关系再说 没有婚姻关系 就不用申报财产 就没有这个相关的究竟 可是问题是 他其实来劝他 就是说 他只是你男朋友 你不应该让他太过介入 钱康明从头到尾 都在讲这个嘛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 因为钱康明后来就觉得 自己很没有尊严 因为你当时 他今年三月才来嘛 三月才从台中市政府 借降来嘛 那你现在要我走 好 我的朋友摸你就走 因为听说 连这个钱康明的 基要秘书都不是 钱康明自己能够决定的 所以呢 在这种状况下 可是 几位民进党的 这个市议员 这几天跟我们上节目说 他们在议会攻打 炮轰这个高宏安的时候 都是钱康明出来 帮他挡火耶 你知道吗 帮他挡 你说前一段时间 他非常的护卫 高宏安 他会认为说 我那么护卫你 然后呢 我全心全意为了你 最后的结果 你竟然是这样对我嘛 然后呢 所以他才忍不住 后来看到那个车子事件 有没有 好多辆好多辆车子事件嘛 忍不住才故意 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写 钱康明在脸书上写说 那个宝石节 黑色宝石节 不是第一次在啦 四月就有了 对 四月在我办的活动就有 我们都有看到嘛 我们在等市长来的时候 那辆宝石节来了以后 还先停车 让秘书下来 还开在前面去 踩到市长高宏安下来 高宏安过来 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 为什么 因为你何必这样呢 你就直接下车 我们迎接你叫 如果真的没有车 没有公共车 我们文化局 有一辆17年的车子 可以载你嘛 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但是那时候也还好 还不至于讲一大堆 最后压死啰嗦了 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他觉得完全不孙重 你完全把他踩在脚底下践踏 为什么呢 就好像连他太太都讲的嘛 一直他太太 为什么 他心里其实很难过 文化呢 很重视自己的 这个相关的 等于说 Kimoji嘛 跟形象嘛 因为高宏安 玻璃花要送他 下面做了一个作 叫做 任送道元 就是这个玻璃花 送你玻璃花 给他也不错啊 照理来讲啊 送下台的 这个转任的 这个局势组长 一个东西 OK啊 但为什么他会生气 因为呢 我问你啊 宝洁 你把我败儿 会写任送道元 四个字给我吗 你写任送道元 四个字只有提醒我 有些话不要乱讲嘛 论中道元 为什么不要乱讲 因为很简单嘛 如果你乱讲的话 你有些话 讲得太多的话 就没有下一任了嘛 我讲坦白 没有人敢用你了嘛 你讲太多 念不出来 没有人敢用你嘛 那警戒而来 为什么他会觉得心里受伤啊 是因为照理来说 照理怎么样 也应该由高宏安 亲自市长亲自 或是市长室的主任吧 不然呢 亲自拿过来 因为副市长没办法 因为副市长也被fire啦 也没办法 结果搞了半天 是一个幕僚 那么到市长室去的时候 经过的时候 人家跟他讲说 你刚好要去文化局嘛 你把这个东西 顺便拿给文化局局长 那是市长送他的 所以你说这个 对 这个是在市长室里面 有一个小幕僚 这个小幕僚名不见经传 跑到了市长室 他还不是市长室里面了 不是 他是外面来办事的 他就叫给他 顺便把这个 对 拿给钱康明 对 我问你 你把我fire了 你还说你要送我礼物 然后上面还写个认同道运 最后你交给小幕僚 还不是你市长室的幕僚 就顺便拿来给我 所以他说 他心里面想 不要围栏小幕僚 先把他收下来 但是这件事情 我相信就是他太太回去 因为后来 过隔天 他生日 生日快乐 那太太说 你9月8号生日 9月10号叫人家走人 所以他老婆知道 他的这个 心里面的那种想法 为什么呢 他老公从3月上任以后 从来没有一天准时下班过 结果他老婆才写了 才给他一个 给说爱的抱抱 写了一个说 老公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委屈 那么也知道说 你的钱老板在我们心中 一直停留在去年的 那个名理 那个聪明理性 充满活力 而且亲民的候选人 他这样跟他讲 但是他说 我知道你受伤了 我知道你的心受伤了 为什么受伤了 不得再讲 他说 那个诚恳 充满理想的眼神 我见过 原本单纯以为 原近于此 也就过了 对 但是因为这个 任重道远的这种方式 那种提示 然后跟这种 要一个小幕僚送来的 这种 完全不把它放在眼里的 这种方式 让他觉得 他是非常没有尊严的 要离开新竹市政府 所以一个文化人 他回去想了一个晚上了以后 最后 他把所有东西 全部都打包完毕 你干嘛嘛 对不对 穷漏完了以后 他去还了三串钥匙 还了这个三串钥匙 那么他顺便把任重道远 这个玻璃花提去市长室 钥匙还的同时 就把玻璃花放着 不带走 高宏安市长室的办公室主任 就很压抑说 这个是市长要送你的 他说 我知道 我不要 所以还你 他就这样子 潇洒的离开 多恨啊 我告诉你 钱康明明天中午12点的 不晓得是用直播还是什么方式 一定很惊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连串的 双出这件事情 他不是 高宏安不是今天在接受 这个去出庭的时候 跟媒体讲说 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 跨年晚会 这件事吗 刚刚就在这个傍晚的时候 又改口了 新竹市政府出来讲说 本来 追加预算350万 要办一个跨年的活动 但是后来因为 本来想说跟隔壁的新竹县 合作干嘛 后来因为 一大堆没问题 所以后来他们决定 支持民间办就好 公家不办 他讲的是这样 他现在修改的说法是这样 前康明要说 明天中午12点 前康明会把什么事情 应该是和盘拖出 我告诉各位 350万没有办法办活动 因为新竹市的几个民进党议员都说 不是这350万要来办一个 新竹县市的跨年活动 为什么是新竹县市 因为听说 两个县市达成协议 就是两年办一次 两个人 大家轮流办 今年是新竹市 明年是新竹县 有可能要募款 那募款跟谁募款 请问车子跟谁有关系 跟大家联想到的 有什么关系 建商 房子跟谁有关系 建商 募款跟谁有关系 会不会又是建商呢 所以事实上 所谓新竹市这种说 我们没有要办这个 所谓的跨年 根本就是谎言 你本来是要办的嘛 那因为钱康明 你最佳预算 钱康明三月来 最佳预算是六月的事情嘛 就是不是因为 有人约钱康明出去 里面外面谈嘛 那后来不成了 所以才干脆就取消掉 还有就是 更可怕的是 今天 那么包括这个 钱康明自己本身在 脸书上公布的是 有人录音 对对方找我拜托 不要再爆料 说还希望我去见 J你知道吗 J是指谁啊 大家信之肚明啊 他说 威胁说 如果我有录音呢 如果你这个 等于说 你继续爆料的话 会怎么样 然后对方求求他 高抬贵手 真的有录音 这个录音的东西 对不对 现在有诸多传言 被录音的人 到底是只有两个厂商 还是有外传的 还有另外的局处 首长公务人员 不知道 但问题是 本来 钱康明说 本来有点累了 这件事情可能到此为止 但是因为你威胁我的朋友 所以我跟你没完 这就是文化人的风骨 好 惠臣 真的一开始 就是这个话 本来跟他讲的 钱康明要走的时候 还跟高文文讲 你好好的做 但是他就提醒他说 你那个朋友要好好的处理 不要一切都听他的 可是没有想到 当这个话 上面写任重道远 还找了一个小幕僚 把这个话这么不尊重的 送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 整个火就开始引爆了 杰哥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一个视频里面 你们有没有看到镜子 镜子里面是什么 钱康明用手机自拍 你有没有看到 你知道他拍给谁吗 拍给他老婆 所以这一次对面 就是正式要跟高宏山宣战 是他老婆下的旨意 因为他老婆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看到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是钱康明 这是他的手机 这是他拍下来的 对 然后我跟你说 如果你送给我这个东西 我不喜欢 我放的就好 我为什么还要自拍 既然是我不喜欢的东西 他就是要告诉他老婆 高宏安送我这个东西 你送你fire人家 你送人家任重道远 你断了我的路 你还给我任重道远 你不是给我塞 你不是给我找台医生的 他下半段写得更清楚 清楚是什么意思 这一次钱康明 整个跟高宏安正面对决 其实是他有他太太 在后面作为很强大的支持力道 怎么说 他老婆直接跟他说 或许幕僚误会了你的老板的意思 用了极不尊重的方式 拿了任重道远的纪念摆饰到局长室 说是老板要给你的 夸号 我知道你的心受伤了 在离开岗位的那一天 我们将走得问心无愧 干干净净 所谓的任重道远摆饰 就还给老板饰吧 所以你知道这篇文 所以他才拿着这个任重道远 回到了高宏安的办公室 说我不要了 所以这篇文章是9月8号 就是他太太传简讯 跟他讲生日快乐 他太太当天已经告诉他 你离开也就是9月10号那一天 你就把任重道远这个 还给你的老板 他底下有讲 他说我们就像罗马书12章19节讲的 亲爱的兄弟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评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 主说伸冤 在我 我必报应 他说我们没有要去 这个所谓的报仇 是 但是高宏安他们 从头到尾都说谎 从头到尾都不愿意承认 整件事情 包括 比如说 他一开始不是说 你的好朋友 他其实只是劝诫 他并没有 只点名是他的男朋友 他只是劝诫说这些东西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结果后来他们全盘否认 觉得好像都没有这件事情 甚至已经有人在脸书上说 要对那个陈康明这边进行人格毁灭 说陈康明未来会上节目 说未来陈康明上节目一集是10万元 你被人家糟蹋到这个第一步 一集10万元 都喊出来了 所以陈康明就会认为说 都已经到这种情况之下 你叫我走路 你还送我任重道远 我把你喝喝啊耍大家 从此之后各道祝福 结果没有想到你竟然用这样的方式 连网军战都要开始了 那就显然我必须要跟你奋战到底 而且你知道他其实中心还有 他老婆还有写一句话 他说你终于可以回家好好吃顿饭 然后呢就是说呢 从认识他们开始 我们都一直都是真心的 然后因为支持放下一切去新竹 但在品格上的坚持 我们是不会讨所有人喜欢 而且他有讲到 也从这句话可以感觉 他当时的难过 他说我在中午搬家的时候呢 他常常讲 当天下午一个幕僚 拎来了一个纪念百事 报告局长 这是市长要送给您的 因为市长去日本 我经过市长市就帮忙拿过来 他讲我经过市长市帮忙拿过来 他说我含笑收下 含笑收下的时候 他讲我在乎的礼貌 望着这个任重道远的纪念百见 我生气又难过 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人 对 所以其实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高宏安自己惹来的 就是你不懂得尊重人 你糟蹋人啊 他所以这个陈康明你知道他是刚刚瑞德哥讲 他是剧场出身 剧场的人是我认识所有文化人里面最穷 但是同时也是最有理想性的 他们真的是可以 他从97年就成立什么蓝天空 这个儿童剧场 而且是儿童剧场 他就是这样在东部 在台南 在台中 就是演戏给这些小朋友看 不是一个非常有刺激之心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崇高理想性的人 谁而且他们是夫妇两人 都投入这个工作 你从这里你就可以想象都 他们两个是从发自那些热爱艺术 想要推动儿童的这个艺术的这个部分的 而努力的文化人 这过去这几十年来都这样 结果到最后我抛下一切 到新竹要去协助你 但是你因为某些人 因为你的亲密伴侣 疑似要关注的事情 这在我的道德品德上 根本没有办法容忍 本来你叫我走 我还好心相劝 结果到最后 你竟然要对我进行人格的毁灭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能就我所有知道的一切 来跟你翻盘杠到底 因为我只有用这种方式 才能证明我自己的清清白白 好 玉蓬 刚才讲的 这件事情 今天新竹地检署已经启动了 你说听到新竹地检署 你都会发抖 对 其实新竹地检署 是非常非常凶的 好 今天高黄安所有的事情 现在发生在新竹 然后呢他告诉大家说 不管是车子 不管是好房子 这风事已经下去查了 我觉得 我终于已经把贿款单弄出去了 对 那那个所谓的房子 事情是我男朋友 自己会出来 李先生会去处理 对 那我今天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我都有付钱的啊 对 阵风体系是这样 阵风体系算得没有检察官 但是呢 你还是在新竹市政府里面的一个阵风体系嘛 所以呢 高黄安他现在觉得说 只要我把断点做好 或者是我把东西交出去 应该就可以过关 或者是有人告诉他说 这样就可以过关 可是想想看哦 这个东西发生在新竹 当你案子送到新竹地检署的时候 现在新竹地检署已经分案了 这么快 新竹地检署是非常凶的 当新竹地检署分案下去之后呢 不管你的车子 不管你的房子 它是一个抽丝剥茧 一条一条下去查的 刚好按所有的一个隐私 所有一个秘密 都会被他扒开出来 我就坐个车子 坐个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 你坐这个车子 你要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说你车子是怎么来的 你不太可能说 你之前第一个说法 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刚好有一台poche 所以呢我刚好碰巧 搭他的车去跑这个行程 因为你后来就打脸你自己了 你后来告诉大家说 你这个东西我有付钱 可是你付钱是付什么钱 你是包月的钱 还是单趟的钱 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前局长已经说 你不是这样讲的 你四月就有看到这个车了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画面那件事 而且之前讲说 你是搭朋友的便车 对 你之前搭朋友的便车 为什么这个便车 突然变成Uber了 对 突然变成是说 有这个所谓的 有价的这个付费了 而且他讲的 我们刚才查了 你现在如果 刚才讲这个poche poche这个海燕 一天光车子 一万五千块 到一万八千块 这还不包括司机 那你有负责一道 一万五到一万八吗 对这东西就是非常清楚的 它有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 然后另外来讲 新竹地检署 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很多的车子 包括poche 包括其他的这些车子 谁拍的 现在来讲 已经有 新竹已经有人在问 这东西是谁拍的 谁拍的很重要吗 议员一定 议员这个新闻怎么出来了 议员提供了嘛 但一定不是议员拍的 也不可能是议员找人去拍的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行程 他有非常多的地点 有市政府的 有会看地方被人家拍的 谁拍的 一定是新竹市政府里面的人拍的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又回到 像立法院一样的 为什么人家拍这个东西 已经是对高宏安 有一种不满嘛 所以呢 这些东西 你要好好的一个一个交代清楚 你交代不清楚的 你行程那么多 你之前没有做的账 你现在来不起回头去账 只要有一条 被新竹地检署给勾到 那就拉起来了 你所有的东西 你就经不起查 那这个东西弄下去的话 如果你后面 还有一个对价关系 就像钱光明他讲的 有人出来巧 李中庭出来讲这个事情 如果有一项 只要有一项 任何一个小小的标案 超过十万块的一个标案 被查出来之后 有了对价 不要讲这个助理费的事情 他可能因为在这个地方 就被新竹地检署给掉起来了 没有这么严重吗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在越不小心的 你越 这种小地方 你只要一不注意的话 以新竹地检署的一个做法 一条一条 你说越是小地方 越是出事情 对 你查完之后呢 大概就包一层皮了 你车子是这样 你豪宅更是这样 因为你豪宅 你竟然敢拿出租约来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败笔 为什么 你租约就是白纸黑字 你租约的话 你一条一条 大家拿出来看 这是谁讲的 这是谁讲的 你觉得这个自然人 他们一直说嘛 这个东西 虽然他以前跟建商有关系 他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他是自然人 自然人为什么要提供这个给他 然后呢 这个套房一间 这几个字 是谁说要加上去的 这就像红楼梦 对于王熙凤的点评 对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对 你机关算尽 你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然后呢 其实我跟你讲 检察官现在应该在这闭闭的笑 你敢把这个租约拿出来 就有 就扫掉了举证的困难了 本来我是要解套的 对 本来我是要来证明说 我的确有一个合约的 可是现在 反而变得入罪的证明 你在检察官的眼里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豪宅 你只要讲一句 如果社会观感不佳 那真的很抱歉 我们深自检讨 就过了 就不会到司法体系了 你今天就是狂狂 狂狂 检察官看到你资料 闭闭的笑 再看到这个东西 汇款记录 闭闭的笑 好啊 等一下你说 他真的太自作聪明了 你现在要面对的是 实务 司法检察官 是有考过司法官的哦 你实务上面 你有办法来解套吗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你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套房嘛 然后呢 五日前支付嘛 还特别哦 门牌新竹市东区公园路的套房一间 还特别把套房一间给露出来 对 这个东西 这四个字是谁要加的 是你的房东说要加的吗 还是你说要加的 好 这后面的话 如果第二亿的话 还有一个签数的时间 这也是一个重点 到底是什么时候签的 重点的一件事情是说 你竟然 你怎么会这么傻 你怎么会把你的这个汇款的记录 给拿出来 汇款记录 每个人在哪里 是经不起查的 你说的是5号 你为什么是5月29号出出来出涨的 你这个东西 等等等等 老婆 你差到一个 大家想到 老婆可以哦 租金约定及支付 要于每月5日前支付 5日前支付的意思就是5号这一天支付 可是这个交易日是5月28日 对 5月29号 好 这个东西 交易日是5月28号 这个东西 你要怎么跟检察官讲 我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房客 我想到说 我提早一个月交 还是我这个房东 什么 5月5日 5号到了 没有进来 我28号 我在想到再把它转出去 你这个东西 已经被检察官给扣住了 今天如果李中庭 因为跟我刚才讲 这房子是他租的嘛 好 李中庭来的时候 我是检查过这两张座 你解释一下 然后呢 你解释完之后呢 我就给你一个微笑 好 数据官都打好了 好来 你这个汇款记录 给我掉出来 你不是租了吗 你不是每个月吗 你有没有每个月都给 然后呢 对 我跟你讲 他是害死对方了 对方所有的金流 又要被勾击出来 因为这一定有价差嘛 你 我跟你讲 这都是一个勾一个的 你这个东西 不只害死你自己 你害死对方 一个东西勾出来之后 好 你每个月有没有收到五万块 如果你今天还有一个空间 因为你这个不合 不合市场行情嘛 市场行情大概是 十二到十五万之间嘛 那这个价差 有没有其他的人 帮你补了 如果有其他人帮你补了 那这有什么意思 代表说你高宏安 或者是你实职的一个男朋友 有一个不当得利 然后这不当得利呢 就是十二减五 就是七万块 是有人帮你补上去了 你这个东西 你一层一层 你要在走出新竹地检署的时候 大概就剥两层皮了 然后呢 所有的人都被你脱下水 这个东西你在新竹 而且讲谈听一点的 他当初把林志杰弄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觉得业力回报 这个回旋到出来之后呢 我觉得新竹地检署 绝对不会给他轻松过关 所以你说今天房子的 车子的 那如果说今天 因为你制作聪明 搞了很多的汇款单 对 反而让你无法脱身 你一样一样 你都解释不了 你不要以为说呢 今天我们两个讲好就好了 当检察官查下去之后呢 你会把后面的这一关 全部给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呢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过去 今天所有的核心 风暴点 就是高宏安的男朋友 李中庭 对 可是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他曾经接受过访问 对 他31岁就赚进三间房子 我们现在看 这个报道里面来说 他有讲到这个人名 这个人名叫Jack Lee Jack J 对不对 就是他 那事实上他讲的非常多 他说他其实他 当年接受采访34岁 然后他是交大的这个硕士 内科的工程师 然后对股票 房地产投资 颇有心得 那25岁就有 这个人生的第一间房 31岁就有用了三间房 三间房来说的话 是这一间的 这个三峡的房子 还有这一间的 内府的这个房子 还有这一间泰山的房子 他其实把他讲了非常多 就是我认为 未来的投资是怎么样 他讲了很多 而且他说什么 他怎样当初的这个 好不容易的 赚了第一桶金之后 然后就开始 他对投资非常有兴趣 然后就买了三栋房子 所以你看 如果他这三栋房子 如今都还在的话 报警 我估计他身价 约莫也是 两三千万以上 那一定 因为当初这个 这是2013年 接受的这个采访 他现在为止 2013年 对 现在为止 这个房价都已经暴涨过一倍 所以我觉得 他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简单的人物 如果按照这样来看 他早年就对投资 非常有兴趣 所以为什么 其实刚才 这么巧 还接触过访问 所以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高宏安的很多钱 都让他管嘛 所以我觉得 让他管也合理 因为他真的 蛮会投资的一个状况 抱歉 那他其实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因为很多金流 都是跟李中廷相关 所以你看嘛 包括说你看 之前人家不是报吗 他在这个 高宏安任职的时候 他曾经担任过两份薪水嘛 一个在永宁基金会 年收六百万嘛 另外还在高宏安 六百万 对 领助理 后来他辞职嘛 被他踢爆之后 他已经先辞职了 不过他大概领了 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他领了两份薪水 后来不是这个 虚报整个 整个所谓助理费的时候 他也说他不愿意上缴 多的这个加班费嘛 所以等于是说 其实呢 你要说呢 他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助理来说 我某些程度来说 我认为说 这个某些程度 还是他在主导 因为他懂了 这些金流的这个运作嘛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 他的确可能是 人家就说 他是这个白手套 我认为他搞不好 真的是赢武者 因为这些 都要让他来弄嘛 另外一个 他注入这个 建商的这个豪宅 他其实在上 之前的这个报道里面 他有说 他也希望未来能够 住到比较好的这个房子 他自己讲 他自己讲的 对 那所以你看 他现在呢 注入这个所谓 建商提供的 这个五千万的豪宅 所以为什么他会用一个 所谓的租约套房五万 所以显见他对 他对这个市场 或说对整个租约 是相当熟悉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 在他之前 接受采访里面来说 他有把房子租给人家 而且内府的房子 他租两万块 那现在他这个房子 来说租五万块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你如果 他有租房子 对 他是房东 房东 所以房子租出去 所以你看到 过去的这个经历 跟他现在搞的这个 你会觉得 这个真的 有一点点有意思的 这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李宗廷在这整个事件里面 显然相当相当的 这个重要 另外 当然就是他去瞧事情 对 他去瞧事情来说 现在这个 这个钱康敏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他看起来的话 他似乎是会 证据自保 也就是说 现在人家提 这个钱康敏 或者说人家提报说 他可能用的方式是 我跟你出来谈 保洁 我们现在出来外面谈 谈了之后 可能我就一直录音 录音里面 你可能被我录到一些 不该录到的东西之后 我就用这个 来当成一个要挟 或是当成一个 威嚇你了 反而走过必有录音 钱康敏不是说 他的朋友就被这样子 说你不要再 要求钱康敏 不要再打这件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 其实这整个 高王安这个事件里面 来说 显然 李宗廷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就变成什么 变成是 这个钱康敏 已经直接是要 应该他对决的对象 就是李宗廷 一个非常精明 然后会计算的 一个工程师 对决一个文化局 他不要钱的 我觉得这个戏 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精彩 好 后世 我这从来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钱康敏 我也没有听过李宗廷 没有想两个人 翻江倒海 打这么精彩 因为我觉得李宗廷 高王安 李宗廷的状况 他们本来就是比较 他嘎戏 我讲嘛 之前的时候 没有什么 嘎戏 对啊 你之前的时候 第一任的时候 你就搞一个 立委刚开始上任 第一天就搞公共基金 然后你现在这个 市长才做多久 你住豪才 开明车 开明车 对啊 你怎么会觉得 都不会出事呢 我觉得 你去想想看 他们现在都提出一道解释 我有付车费 我有什么 但你想想看 高王安在助理分的时候 讲什么 讲说 助理愿意捐 有问题吗 有规定 冰箱要立委自己买吗 你当初的时候 什么都不舍不得花 你现在做的市长 什么都舍得花 对不对 是市长待遇 有好成那么多吗 两个待遇基本上差不多嘛 对 你被花为什么会这么大 对不对 又做一个五千万的豪宅 又进出都是Porsche 对啊 你为什么以前是一个小气扣的钥匙人 现在每一个都会那个 你告诉我说 你是钱太多 每一个都愿意出 我是不相信的 对 那我觉得李宗廷他们今天的状况是说 我觉得有点假厨啦 你现在去做这些 你现在去留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用 因为他当初的时候就是 第一次被查 就是那个助理费案的时候 被查的时候就手忙脚乱 那时候多离谱 他们知道这个事情要报答 他跟小兔讲说 你把我们所有的对话记录都删掉 小兔就把对话记录所有都删掉 删掉完之后 他就隔一阵想要找证据之后找不到 小兔 然后跟小兔说 我们之前讲的来的事情怎么讲 通通都没有 所以你看他现在 每一个都留证据 都留证据 每一个都留证据 都做好自保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你做了这么过 而且我觉得你看今天的状况 就是说他们很赶 那然后你看那个前巨长讲的 前高明 他讲那个意思 不是在讲说 我受到什么威胁 他是在暗示说 已经有事情了 已经 他是在暗示说 已经有事情了 不是说 你来手伸进来 这件事搞得我很烦 所以什么 不是只是讲事情 约谈事情 在外面讲事情 因为他 因为他其实他之前就有其他事情 不是只有助理费这个事情 在做立委时间就有别的 那当然法院没有谈 我们就不讲 但是我说以他的作风 现在就是已经有事 只是看有没有爆出来而已 好 提会 干涉就法律的观点 本来想说 我先做好一个护城河 我先做好一个防线 今天我去住 他知不知道 有碍观瞻 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社会观感不好 他都知道 所以我去弄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还是弄了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 门牌车位都有 而且讲好就是套房一间 而且我连交易明信表都有 你说这个 真的是像郁峰所说的 不做还好 一做惨了 对 等于露出马脚啊 因为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本身来讲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身份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你依靠的是 你的朋友的市长的身份 然后你借事借端的情况之下 你借事借端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你用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大家都很清楚嘛 你如果不是市长的好朋友的话 谁要去你那个场合 谁要跟你见面 你又何德何能 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在路上 谁会敢 谁要去理他 所以这件事情 让人家讨厌的事情在哪里 就说因为你这件事情 在台湾的政坛上 已经那么长久以来 从2000年以来 一直到现在 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像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会在台湾的政坛上消失 永远没办法翻身 那你今天来讲 在立法院已经搞过一次了 你今天跑到这个市政府 又再搞一次 那大家觉得说你是学不乖吗 你今天无关说 现在很多大佬就跟你跟你切割 那为什么要切割 因为大家看不下去了 大家已经 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 都是有理智的 你今天造 不是说他造假 而是说他今天做了虚晃的一招 然后以为说自己很聪明 然后搞这个东西 明眼的都看得出来 你在搞什么鬼嘛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高欢这件事情 其实要检讨是他自己 他自己是交坏了朋友 还是说他坏朋友 对他来讲 把他扯下水了 其实说真的 这两个都差不多一样 你长期也在公务部门待过 钱康明那个真的是满腹委屈吗 我是一个居住所长 结果你给我送一个任重到位 是叫一个幕了 顺道送过来 这个对公务员来讲 真的很羞辱吗 其实我说真的 其实很多政治人物都非常无情 以前来讲的话 在扁时代的时候 很多高官 部长级的 每天都在等阿扁 是不是送一个什么东西 到他说 谢谢你这几年来的努力 谢谢你什么之类的 我可以体会他的心情 因为其实很多政治人物 都有这样子被摆一道 或者说 我今天三顾毛鲁的 把你请过来之后 结果要走的时候 连一句说 拜拜都没有 连见都没有 或是说出真心话 来感谢对方都没有 所以这种来讲的话 基本上 船过水无痕的概念 有些人说 用完急抛的概念 我相信 在政台上 很多人都感受到 然后离时把你叫去 然后告诉你 也不告诉你什么理由 就是你挡到人家的财路了 那这种情况来讲 我觉得他繁咬是对的 因为让社会大众 越看越清楚